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晚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课题就是不老的传说 不老的传说其实简单讲这个是一个课题的名字罢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的只是我们怎么样去阻止或者是延环老化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今年差不多60岁了 我每次跟人家讲 我都五年 你看我还是差不多一样 我对自己很有信心 这个是我要告诉我自己要加油 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加把劲 不只是延环老化 你的looks就是almost the same 看起来差不多一样 同时候你也是要健康 就如一些人减肥 他讲要减肥 但是没有做一个决定怎么减肥呢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讲要继续保养 这样我们这个engine才会好 不老的传说 健康的体魄 靓丽人生 culti body gives beauty so不老的传说 你看这个小弟 这个曾经在前一年的华人新年前 他讲要减肥怎么减肥 肚子还是这么大 这个是开玩笑了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 从我们呱呱落地的时候 我们的父母亲都非常的高兴 为什么呢 看到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喜悦 我们这么讲 so 那时候呢 可能你是第一个 可能你是第二个 我在家中是排第六 是最小的男孩子 ok so 如果我们讲 我们要 让我们继续更加的 就是说保养到很好的话 我们其实从小孩子 其实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已经开始必须要做到了 等于讲 妈妈先要做一个工作了 做什么工呢 就是吃的很好 因为怀孕期间 九个月多 如果妈妈 时常吃煎炸烘烤 熏烟食物 时常有抽烟喝酒 然后 时常有这种熬夜的习惯 妈妈的身体状况不好的话 都会影响到胎儿的 ok 来我们讲 baby 就是你可能第一胎第二胎 ok 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特别可爱 通常人家就会爱上你 为什么 因为太过什么Q 英文叫做Q 看到你就很喜欢动你的 对不对 通常会动你的脸颊 脸颊 动的时候会有QQ 就是有弹性 但是呢 现在你想想看 ok 或者是你自己 现在动一下自己 是否还有 如果没有的话 ok 要加把劲了 来 所以我们讲 我们现在留下的可能 就是一些的所谓的火车路 人家讲一条火车路是十岁 两条火车路二十岁 三条火车路 三十岁 我跟我的很多的同年龄的 同年龄的 我的同学们比较 我是看起来是比较年轻 有些人讲可能你比较小只吧 这个也未必 所以要看你有没有去保养 有没有去照顾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里讲什么 婴儿胶原蛋白含量90% 胶原蛋白 我们知道胶原蛋白是什么 合成的 用营养学来讲的话就是 维他命 酵素 还有什么 蛋白 还有什么 一定要有油的 没有油不行的 合成 然后就是collagen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供应我们人体的原料 来我们再看下去 那你二十岁的时候 ok 你的胶原蛋白就下降了 啊 所以开始没有这么 然后30岁过后50剩下55% 50岁过后剩下35% 来 再来 周文 一岁数会越来越多了 就是我刚才讲嘛 火车路开始出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想啊 我们怎么去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很多人有钱嘛 他们会去做这种 把这些漏毒感军之类的 或者是 串那个 什么 什么 针线啊 烂就是 奔命啊 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去做这个 直接去做美容了 直接去做美容了 有吗 有的 所以25岁过后 实际数的水平开始下降的特别快 所以说我们讲25岁之前就要开始学习去保养了 所以我们讲不老的传说 不老的传说 我刚才讲是一个课题 25岁后的女人为什么容易变老呢 我们再想一下为什么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些都是专家讲 10技术的水平开始下降了 然后更年期缺乏10技术主要的症状之一 我们讲更年期 更年期之前的期间 软潮的10技术的生产开始减缓了 缓慢了 接近前后的妇女发现适量的补充 10技术和耳蒙可确保安护身体和情绪的条例 这是西方的一般上的做法 就是直接补充这个10技和耳蒙技术 然后接近后呢 10技术的水平可能增加心脏疾病 或者是骨质疏松症的风险 来 所以我们了解到 这个是关于到什么 Extrogen 10技术 来 所以我们铺路了 讲到女性的 这里讲到女性 25岁过后就开始慢慢 就是10技术也下降了 不只是胶原大白下降 来 以下的症状可提示 是年轻女性的什么 10技术的水平偏低 OK 他们有研究到遗传性的疾病 如这个Tunner Syndrome 这个还会导致这个身材还小 缺乏排卵 正常女性的发展和缺乏月经 还有什么甲状腺功能杂乱 体内脂肪不足 当有甲状腺失调的问题的时候 很多时候 也可以做示范一下自己 手啊 会不会一直抖啊 或者是 会很急性吗 很满脏吗 或者是 感觉到就是 没有胃口啊 甚至头痛啊 头晕之类的都会有影响到的 这个就是荷尔蒙 所以我们讲 更年期的综合者 Menopause Syndrome 女性更年期一般 发生在40到50岁 这边有写到 但近年来许多的女性 在35岁 已经提前的 进入更年期了 我们都 周围 可能都会有一些 甚至20多岁的都有情景的现象 都有吗 有啊 所以我们再看下去 齿激素 low estrogen 常见的 如果是齿激素下降的时候 常见的症状是什么 第一 容易疲倦 Fatic 英文叫Fatic 然后呢 潮热 潮热 然后倒汗 焦虑 来 晕倒干涉 然后什么 性欲减退 情绪波动 还有什么呢 记忆力衰退 乳房萎缩松弛 我们都讲 女性一般上 也挺大 或者是生过孩子 乳房萎缩松弛 就要去 做 时常做按摩 拍打之类 然后皱纹 皱纹火车路 刚才讲火车路出来了 皮肤松弛 暗沉 就开始暗沉 以前年轻的时候很漂亮 现在越来越什么 可能暗淡了 可能一些斑点出来 设斑出来之类 然后月经不调 可能暴露 要暴露更远期 来经的时候不是 五天七天完 可能来十天 十五天之类的 都有 一点一点一点的 到时候 这个已经给 一个信号了 然后生意能力下降 生意能力下降 不太常见的症状有 有关键痛 来 关键炎 这个是 古智书松症 这个是 的的确确的会有的 所以说我们讲 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 什么 补充 所谓的 我们讲 所谓的什么 就是盖子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讲 心跳会加快 会吗 会的 腹脏 然后头发 西疏 就是脱发之类的 洗 洗头发的时候 shampoo 洗上去的时候 可能挖 一大堆的 脱发的现象 然后体重增加了 开始有 所谓蝴蝶绣 大腿已经增加 脂肪了 或者是 什么呢 肚子部位 就增加了 而且是 甚至固体脂肪 所以 注意力难以集中 然后 恐慌 动不动 就紧张起来了 会有吗 会的 我们再看下去 男人 也 会有个年轻 不只是女性 所以 女性 不再是唯一受到荷尔蒙失调的影响对象 许多医生 可以正是 在男性患者报告中 出现 物理跟年纪的相同的症状 OK 所以 男性的更年纪一般上 在什么 50到55岁 但近年来 许多男性是45岁 也铺路更年纪了 OK 我们可以延缓的 好像我接近60岁了 我铺路更年纪了吗 还没有 OK 所以说我们讲 可以延缓的 不是不可以的 所以 男性的更年纪呢 会有什么现象呢 我们来多了解 在国外 男性的更年纪 疑惑的广泛的接受和重视 在芬兰 调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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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 40到70岁的男性多半年 会出现这些现象 有一些比较年轻化 这个是会占了这个 大概30% 这个是有报告的 男性的更年纪的综合症 年龄会越来越大的 来 症状越险要 当然年龄越大 症状越险要的意思 sorry ok 讲得太快了 男性更年期症状 我们也看到 精力不集中 记忆力减退 睡眠减少 工作能力下降 对周围事物 失去兴趣 有焦虑 有忧郁 易怒 很容易发脾气 多余 神经质 神经质 可以笑这样 影响人际的关系 或者是容易疲倦 口昏 心欢 四肢发人 肌肉减少 以前是6 pack 现在是1 pack 或者是没有什么肌肉了 ok 然后脂肪增多 这个脂肪增多的很多 年纪大都是 尤其是固体脂肪 已经硬了 骨质疏松 生理需求减退 生理功能出现障碍 这些都是男性的症状 所以说我们讲 有时候我们要了解的 我们家里的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 可能是爸爸妈妈 可能他 会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我们讲 他们呢怎么样 就是 动不动就发脾气 你突然间看到为什么 爸爸妈妈最近 动不动就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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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 或者发脾气 然后 精神有点紧张啊 睡眠不好之类的 所以说 我们讲做儿女的 有时候要 要了解一下父母亲 要体谅 要明白 我们有一天都会到这个年龄的 都会有的 所以我们要体谅 我们要明白 所以说我们要跟他什么 重点是 其实是 就是 坐下来好好的沟通 让他多了解 所以这一些我们都会有经过的 所以如何变得健康青春美丽呢 最多人推荐的如像美容产品 富富产品 美容产品 美容产品 是对的 没有错 我用的是 与唯一的美容产品 就是我们的 the build the build 时常来涂脸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富富 富富的你也可以用 我们的 Synergy Lotion 可以吗 可以的 当然也有的人 比较有点钱 他们就会 打肉毒感净 打荧光针 美白针 或者是一些做技术的疗法 这个是HRT 这个是比较危险性的 还有整容美妇等等 所以如果 如果 你本身有一点钱 你应该会去怎么做 通常都会可能会有 做一点点 小的微整 我们这么讲 其实这个是人生 看个人的决定 是所谓的没有错 一对的 如果是会有风险高的 我是不太鼓励了 不太鼓励了 尽量避免就对了 所以我们讲这个HRT疗法 多数技术替代疗法 这个HRT 就是hormones hormones replacement therapy 这个是风险比较高的 这个在2002年7月开始 临床试验显示 长期使用HRT 带来严重的风险 可能增加心脏病的发作 或者是中风的风险 所以说有一些风险高的 我们尽量去避免 不要去做了 不要去做了 逆转老化 延年益寿 我们可以延还老化吗 或者是延年益寿 我们讲如果今天你要延还老化 我们讲也要健康 就是年纪大的时候 健康 同时候也要有钱 所以我们讲很多人减肥 为了减肥而减肥 不管体重的问题 不管什么健康的问题 我们要这么讲 所以说如果你要决定要减肥 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荷尔蒙的问题 我们从荷尔蒙调理开始 而不是某一些产品讲减肥好 你就去买来吃 很多减肥产品我告诉大家 真的是风险很高的 尤其是三肝脏 特别够力的 所以说我们讲要懂 要懂 OK 如何达到延还老化 我们了解这个图片是看到什么 细胞 OK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由细胞组成 六十到七十五造一细胞组成 所以我们今天要让每一颗细胞活的什么 渐渐看看容易吗 不容易啊 抽养成破洞啊 我们每一天吃的 所谓煎炸烘烤腥 我们喜欢吃的 这些吃进去导致 或者是产生很多自由剂啊 然后又二手烟三手烟啊 或者是压力啊 或者是熬夜啊 或者是我们讲水喝不足啊 没有运动啊 这个都会影响细胞的 所以说我们讲从基本照顾起 让我喝一口动灵 OK So 细胞 要健康 不容易 你看 有一些是有贫血的 他 不足血他应该要补铁质啊 叶绿素啊 B6B12啊 我们都了解到 有一些是地中海贫血症啊 我们讲红血球细胞的寿命期是120天 可能30天就爆裂啦 都爆啦 60天爆啦 所以说它导致很 越来越严重的贫血啊 这些我们都会 就是说让人体啊 进入所谓的 我们讲压健康 或者是更严重的状态 OK 来我们了解什么是断力 你可以看到 这个好像X这样 X 断力 我们可以看到尾端 这个红红色的 来 它就是在我们的细胞里面的DNA 就是 里面内层里面 所以说如果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地保护这个细胞 我们的 所谓的断力也会影响到的 所以 专家研究出来 断力 每2.5年分裂一次 所以说 一生中分裂50次 大概算出来就是可以活125岁 最近 马来西亚这个 马哈迪医生去拜访一个 乡下拜访一个 104岁的 所以 你可以看到 他95岁 但是他拜访他104岁的 容易吗 要活104岁 不容易 我妈妈已经86岁了 所以说 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我们讲 要 健健看看 过我们的晚年 是 不简单的 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大家多了解一下 什么是断力 英文叫Pheromia 是存在于增核细胞 线转蓝色体末端的 一小段的DNA 它是蛋白质复合体 它与断力结合蛋白一起构成了特殊的帽子 我们称为帽子的结构 作用是保持 染色体的完整性和控制细胞的分裂周期 所以 什么是断力 断力是短的多重复的 非转力的序列 你看它的DNA的code是TTAGGG 这个是专家的研究出来 所集一些 结合蛋白组成的特殊的结构 除了提供非转力的DNA 缓冲物外 它还能保护染色体的末端 免于融合或推广 在染色体的定位复制 保护和控制细胞生长及寿命方面 具有重要的作用 所并于细胞的雕丸 有细胞的转化和永生的化密切相关 密切相关 但细胞分裂一次 我刚才讲分裂一次是2.5年 每条染色体的端力就会随时的变短一些 我们来研究一下 好像比如说一些专家研究出来是癌症 癌症的分裂 我们讲一般上正常是分裂2.5年 可能癌症的是一年分裂一次 可能50次就是50岁就是收工了 当然现在的病症很吓人的 奇奇怪怪的病都有 我每天解答问题 现在好像越来越多 奇兰杂症越来越多 都尽量的去解答 不容易 我又不是所谓的专家 但是就是有这个就是经验 所以这本书叫做《断力梅的革命》 扭转老化的关键 大家看是否可以买得到这本书 我要买,买不到这本书 来,你看 断力梅逆转衰老 六个月年轻20岁 所以我在还没有来与威之前 我已经都有吃这个 所谓的断力梅的这个产品 断力的产品 是非常昂贵的,正确 他们卖90颗 三罐美国寄过来 要6300块马币 你说贵吗 非常贵 他告诉你 要吃六个月 六个月 所以你如果是一天吃六颗 一罐90颗 你要吃多少 多少天 十多天 三罐可能一个多月 你要吃六个月 你要花多少钱 要投资 我不讲花 要投资在身上 所以 你要让自己 所谓的 更加青春美丽健康 圆环来老化 要有时间的 不能够像一些 打一支针 就马上奔跑 对不起 不行 所以我们讲 有一些病症 有一些患者 我们讲要去调过后 才来讲 要吃动瓶 可以吗 可以的 不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要沟通一下 要沟通一下 刚才有一些人问我 这个所谓的女性 所谓的子宫内膜医味 可以吃吗 我说可以 另外一个是讲 有子宫流的 可以吃吗 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下 情况 我们要多了解 它的状况先 比较好 我们要用调的方式 再来吃动瓶 过后吃动瓶 可以吗 是可以的 或者是怎么样去配合 怎么一起吃 可以吗 是可以的 断力产短影响细胞的寿命 断力酶也是产生不老的锁食 记得 断力酶 所以断力变短细胞就老化 所以我们尽量把我们的这个断力 所谓的 这个 我们讲 用2.5年才来 我们讲 就是所谓的 break break一次 就对了 我们讲分裂一次 这个才是怀疾 相反的 如果断力酶活性很高 断力的长度得到保持 细胞的老化就被延缓了 请问我们身体 我们自己可以制造断力酶吗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 年纪越来越大了 不多了 就好像我们讲 身体的氧化蛋 是 血管的内层壁是可以 所谓的 分泌出来 但是年纪越来越大 好像我的年纪可能只剩下10% 所以我们一定要 给原料给身体 它才会 制造出 就是说所谓的 让我们的 所谓的生命 就延缓了 不会这么快的分裂的意思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断力 细胞的生命始终 您的产生不老的基因 就是DNA 它分裂就好像做直销这样 1分裂2分裂4分裂4分裂8 你看每分裂一次它就缩短一点 我们就是要延迟它分裂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OK 什么是断力酶 细胞中有肿酶 负责断力的延长 其名为断力酶 断力酶可以把DNA不自选式的断力 填补起来 藉由把断力修复延长 可以让断力不会因细胞分裂而有所选耗 使得细胞分裂的次数增加 断力酶是一种由催化蛋白和RNA的模板组成的酶 可合成染色体末端的DNA 定于细胞复制的永生性 断力酶是世界顶尖的细胞疗法 我告诉大家 动灵这个产品是未来的趋势来的 你相信我 现在人越来越高端了 越来越爱美了 男性越来越爱帅了 一样的 我们这个产品的确确是非常棒的 报纸、新宗、日报都有灯 延长断力酶可能有效看老化 我们再了解 这三位就是在2009年拿到诺贝尔奖 当然 这个专家 他们要拿到诺贝尔奖 真的是 经过 好长好长的时间 去研究 要去测试 要去证明等等 才有机会 就是拿到诺贝尔奖 不是要拿就拿 你可以成为一个医生 可以成为一个专家 每一个专家 每一个医生 他们都很向往拿到 这个所谓的诺贝尔奖 OK 所以这三位在2009年 已经拿到诺贝尔奖 所以说我们讲 断粒 这个断粒酶 Telomer 或者是Telomerus 这个所谓的 未来的所谓的产品 你看啊 已经是在市场 多少年了 11年了 而且现在才开始慢慢慢慢慢慢的 人家去了解这个产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趋势 所以不老的传说 你看图片上 美女变成老人家 所以我们都会经过的 怎么样去演话 你本来就是50岁 但是你看起来只是40岁 你比你的同学坐下来聊天 哇 他会问你为什么你会这么美 你是不是有打针呢 还是怎么样 你会可以告诉他怎么样 所以 或者是 老啊 变成更加的年轻 可能吗 哇 哇 我们讲重点是 要延缓 延缓 延缓 OK 所以我们今天进入这个产品 男版跟女版 我这里只有男版的动灵 解开你的生命密码 一盒是20条 每一条是10个grain 刚才我有喝了 我要试一下 之前有喝这个sample的 有喝过的 男女性都有喝过了 女性的很多人讲喝的很好喝 非常好喝 我们来了解一下 动灵男女性的 OK 男女性的成分 有三个成分是一样的 第一就是enzozino 就是松树皮 萃取的 然后另外一个 姜环树 然后另外呢 是什么呢 Zemax Zemax是针对眼睛的 这三个成分 男女版都 一样有的 一样有的 要记得一下 首先我们来了解这个enzozino 断力 这个是有研究的 接下来我会让大家看一些研究报告 我只是带过带过就好了 一项新研究 enzozino的 对于保护 保护与年龄相关的断力 缩短的过程 显示了enzozino 对抗老化的特性 这些 他们所讲的 必须要有证明 OK 因为我们的产品刚刚出来 出来嘛 人家会问你 你怎么知道有效 你才吃多久啊 你怎么知道有效 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就是专家的 support OK 所以必须要跟大家沟通一下 所以这个松树皮干细胞 如果你去外面买了 真的很丑闻的这个工 松树皮干细胞 是非常昂贵的 我告诉大家 动不动是几百块以上 五六百单亿 松树皮的这个 以前很多人就是用松树皮的powder 他们是有的 来做抗氧化的 有的 我以前都有吃过的 但是这个是 所谓的摧取物 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啊 这里是什么 New Zealand pine bark stem cell 它是讲到干细胞 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所谓的 喜乐堡里面 也有成分是讲到 搬住我们的骨髓 直接我们的骨髓 再叫新的干细胞 这个是直接用的 就是松树皮的干细胞 这个是摧取的 来 松树皮干细胞的好处 首先讲一些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临床 首先就是抗氧化 抗氧化剂呢 可以帮助我们延环老化的 这个是的的确确的 促进脑部的健康 第二 第三 断力的健康 第四 心脏的健康 第五 就是眼睛的健康 然后促进肌肤的健康 促进血糖的健康 这些的全部 全部都有临床报告的 不是讲罢了 所以说我们讲要 支援决策 这是很重要的 人家会挑战你的 OK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报告 这个想到什么 保护你的断力 ENSOXINO保护你的断力 你可以看到他们已经 用了十年的去研究 这个是 in the Brunner study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讲到 cancer mortality 你可以看到 对于癌症 患者也有效 来 我们再看下去 对于CBD CBD就是 Casteovascular disease 或者是 也是心脏病的异环的 所以 或者是stroke 他们都会有帮助的 带过就好 我们不需要解释到 太过长时间 然后这个是他们用在 19个月里面 用在测试老鼠 人家讲 为什么 一直要用老鼠 因为 跟我们很相似 它的器官构造等等 所以说我们这么讲 它是 可以44% prolonged telomene 它可以延长 after 19 months 所以我们讲 不是一天两天 你吃了 就马上 no sorry 你要耐心的吃 也要看你的量吃多少 当然 一开始不是要你吃几条几条 因为有一些人体质是 比较照着的 肝火旺盛的 你要慢慢来的 可能半条开始都要的 so 这个就是讲到延长的寿命 这个是讲到 Mouse Longivity Study 这个全部都是他们的 这个研究的 这个可以increase your life span 就是延长寿命 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Enzo Zeno是trackmark的 就是pattern的 就是pattern的 你要买就买的 不是 你一定要跟他们 拿这个pattern 就是 为什么他们已经装立下来的 你不是随随便便 你要做出来 就做出来 但是pattern也有多少年了 多少年 我们不清楚的 他们要去apply的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 这些pattern的这个certificate 在不同国家的 来 不同国家的 so 来自纽西兰 超过百年历史的这个 这个pattern tree 就是松树 来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是讲到 帮助到 你可以看到 reducing 这里讲到 casteo vascular mortality stroke 中风 还有肺癌 还有什么 stomach cancer 还有什么 corrector cancer 你可以看到 他可以讲到 减26% 35% 73% 41% 58% so 这个是 一个报告 简单 跟大家道一步 然后这个是 可以increase antioxidant 的这个activity 就是 它的抗氧化 非常高的 so ORAT test 这个也是Bruno study 就是 8974 是非常非常高的 一个Bruno lab test 的result so 它的抗氧化 指数是非常高 我刚才讲嘛 抗氧化 就是抗老化 很棒 然后 癌症 看质有机 这个就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讲 都有它们的功效的 这个是讲到 oxidative stress 就是你有压力的存在 这个也 也可以 帮助到 这边讲到 reduction of protein oxidation 就是 怕蛋白氧化 它可以reduce 减缓掉 或者是DNA的damage 怕你的 所谓的荷酸 被受破坏 它可以 减低 这一个DNA的 受破坏 ok so 这个也是 一样的解释 他们都有测试的 6个礼拜 12个礼拜过后的 效果不一样的 所以 这个呢 是讲到 blood flow 是讲到 clustular vascular protection 心脏 血管疾病的 心脑血管疾病 怎么简单 blood pressure changes with enzoxinol 他们都有测试的 然后 这个也是blood pressure的 然后 减低 减低 血管 发炎 我们知道 Omega 3可以吗 也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们要让你知道 enzoxinol 是可以做到这样的 有临床的 再来 我们讲 这个是讲到 improve Infermentary status in heavy smoker 那些有抽烟者的 他的细胞 会有什么发炎 炎严重 这个都可以帮助得到 so 包括脑部 就是延缓这个问题 来 对brain performance 他是有帮助的 就是脑部的这个 专注力等等 ok so ok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是对眼睛有帮助 看到吗 这个就是一个research 他们就是讲 reduce loss in vision acuity so这个就是他们的study 告诉你 有对眼睛有帮助 其实还有更多报告的 我只是把它剪短 所以 对于皮肤 你的texture 这些 比较有弹性 这些都会有帮助的 so 这个enzoxeno enter the skin protecting from internal oxidation 这些都会有帮助到皮肤的 这些都会有帮助到皮肤的 so 也有protection on UV damage 就是 因为我们脂外线嘛 这些都有他们的study 1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的protection 是怎样 在太阳底下 会有怎么样的帮助 这个也对于bind to collagen ok 要跟大家讲一下 动力里面是没有collagen 但是你的身体有嘛 因为原料 刚才我前面讲的 就是原料制造 你的身体的collagen 慢慢慢慢也少掉了 它可以帮助到bind 就是不要让它这么快的流失 这么简单 这个 improved glucose tolerance 对于那些血糖高的 谈尿病患者的 他都有帮助 这个是他们的一些的测试 再来另外一个成分 这个ExtroG100 这个男性版是没有的 里面有白手屋造书 或者是朝鲜这个当归 朝鲜当归 这个有很多很多专利 有17个转利 有17个转利 所以说这个呢 就我们讲 非常安全的 人家讲到朝鲜当归 哎呦 他讲癌症患者可以吃吗 这个里面的的确确都有他的报告 帮助到还没有不如近期的 或者是已经要进入更年期的 还是已经进入更年期的 怎么样帮助 我们再研究一下 现在 来我们先了解这个ExtroG100 在哪方面版主 首先就是阴到干燥 潮红 倒汗 知觉 麻痹 睡眠障碍 神经过敏 然后忧郁 OK 尊寻 疲劳 肌肉关键痛 或者是异走感 什么叫异走感 就好像很多蚂蚁在你的身体上爬来爬去这样 这些都可能就是在这些不如更年期的人 患上这些的问题 我们多了解一下 慢慢了解一个 他是属于非常安全的 而且是无毒的 他们真的是测试到哪一个量都没有问题的 OK 我们讲他们的测试法 就是专家的测试法 所以这个呢 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 X2G OK 测试12种不同的问题 他是10种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的意思 你看他可以跟石流 大豆一环铜 黑生麻 还有HRT的比较 所以这个是改善硬道干燥 Go Yes OK 石流 No 有没有看到 还有大豆一环铜 No 有没有看到 黑生麻 No 我们再看到这个骨头的代谢 Yes No Yes OK 股质的密度 Yes 然后肝油 三脂 三酸肝油脂 Yes 副作用 没有副作用 增加体重和身体的质量指数 No 还有紫二绳 跟这个软炮刺激素的变化 No 这个是2000年起发展期 是比较新一点 但是他们的测试 12种 它10种都很有效果 很有效果 这个都是一些的patterns license approval 你可以看到几个国家 都是把它成为这个Nobel food 它是一个食品 等一下我可以给你看报告 马来西亚的卫生部的报告 都是 就是把我们这个产品决定放在什么食品 就是好像你吃饭菜肉每天吃的 所以说它不是药 根本不用担心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17个register and bending pattern wall right 有17个 我们讲很多国家都有 还有很多他们在申请住的都有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就是FDA的patterns 这个带过就好了 来过就好了 OK 这个是讲到monopause 这个是未来的2000年 2010年到2050年的趋势 会有越来越多的进入所谓的更年期的现象 面对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是pre-monopause 就是还没有进入更年期的时候 就有面对这一些问题了 然后已经进入了 已经进入了 已经停进了 然后过后了就面对的问题 这一些都是一般上的女性面对的问题 男性也差不多一样 但是女性的是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 刚才我讲了 XOG100 对于12个里面的问题 有10个很想要的帮助道 甚至达到62% 62% 来 我们看一下磁技术的功能 OK 所以 当然 我们讲 所谓的洞灵里面有磁技术吗 有吗 是没有 但是 它就是所谓的我们讲 成分 帮助到 产生这个磁技术就不一样了 讲法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 因为 很多人讲 我有肿瘤 这样我可以吃吗 幻星 所以说 我们不是direct 所谓的 大豆 大豆一环桶 不是这样 要明白一点 所以 这个就是 一般上 面对的问题 它会有帮助的 子宫和乳腺 增长的发育 二次性的特征表达 OK 控制月经周期 病持 支持的 认神 骨骼的代谢和增加密度 等等等等 OK 所以你看最后一个是讲的吗 促进胶原蛋白的生产和保持光滑的皮肤 这个是女性特爱的 喜欢的 所以我们再看下去 这些都是 有它的临床报告 所以每一个成分就跟你讲临床的 不是随随便便的 大出这个产品卖就是了 因为很多思想五花八门的产品太过多了 他跟你讲怎么好怎么好 你要跟他讲临床报告 他们拿不出 他讲某某人讲罢了 但是我们是拿得出的 你要拿真正的这个报告 全部在我们总裁那里 OK 所以对于皮肤帮助的 这个就是他们的study都有的 OK 来我们现在了解这个另外一个番茄红素 我们都知道嘛 好像红萝卜 红萝卜你要拿到红萝卜素 你必须要高温 或者是炸油 番茄也是一样 你要拿它的番茄红素也是一定要 所以很多人就番茄或者是红萝卜就 饺子来喝 其实拿到一个纤维吧 你拿不到 无法拿到它的红萝卜素 跟这个番茄红素 这个就是很好的抗癌的一个 我们讲植物素 所以他们是很棒的 我们多了解一下 所以番茄红素 因为这个我们讲 它这个来源跟一般上的市场的不一样 然后还有加上所谓的我们讲科技的方面 它就非常非常的浓缩了 OK 这个是比一般上的这个市场卖的所谓的番茄红素 它是增加吸收率是四倍的 四倍 OK 所以番茄红素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对它一些的了解 其实番茄红素对男性前列性的问题它是很好的 当然Omega3对前列性的问题都很好了 因角果有理的Omega3 所以对于增强所谓免疫系统 眼睛相关的疾病癌症 痰尿病或者心血管疾病 神经线的问题 皮肤问题 都很有番茄的 这个是Lyco 这个就是一般上我们讲的他们的所谓的临床的 你看 Skin Collagen Protector UV Protection 其实还有很多报告的我是没有翻出来 因为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我们讲是几位都有做讨论的 我们看了很多study的 我们都有去沟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成分里面 在动灵女法的成分已经是很棒了很棒很棒 讲到这边已经很棒了 这个是Cardiac Health 就是对于心脏部位的问题都有帮助 你可以看到 Infermentary Marker in Patient of Heart Failure 对于一个心脏衰竭的都会有帮助 因为我们有讲到C-Reality Protein 这个我们的倍能 就是Version 2都有讲到这个 这个是讲到Toxicity City 很难读一下 这个就是读树 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们根本不用去担心的 这些都有study 另外一个成分就是姜桓树 姜桓树 很多时候我们吃姜 到底我们有没有被吸收到 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C-Reality 姜桓树 是在于讲 吸收率达到比四肠的所谓的多六倍 怎么搞 所以因为你很多次姜桓树 未必可以被你的所谓的肠胃吸收到 未必的 所以这个是要靠的就是所谓的科技 所以如果你吃了很多姜桓树 反而是没有被吸收到的 我觉得是浪费咯 但是这个是肯定的 是六倍 就是吸收力 Z-Max这个呢 就针对在于眼睛方面 因为我们都很了解到这个Lutine 跟Z-Zentine 这个是等于讲 对眼睛方面会有帮助的 尤其是视网膜的问题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 所谓的清光眼 清光眼是非常严重的 专家都讲已经是没有办法医治的 但是我们重点如果已经有清光眼的 我们要它的就是说 不要让它恶化是重点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 首先保护好自己是 尽量避免难关哦 好像你看手机不要一直在专注看看一下子 重要的看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电脑也是一样 好像我们几位讲师 我们真的是我们用电脑很多的 所以一直在注重在 专注在电脑方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 很多年级大了 就面对眼睛问题了 如果还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先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呢 这个是教由大家去解答了 但是地地缺缺月环树跟玉米环池 在这个动灵里面 不管男女版都有 帮助到眼睛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有时候年级大了 可能就会看到一些double vision 就是你看到一个双影子这样 这样的话你都知道你的眼睛出现某些问题了 你一定要去补充的 要去调理 我们怎么讲 OK 这个comicera呢 这个是古粮 简单讲是米古粮 我们是萃取米康里面的 但是它 你看它针对 我们在这里是针对讲到 颜值美丽 所以在古时代 日本的女性就是用 洗了这个白米的水做沐浴 做洗了 这个对于养颜美容皮肤 都很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有没有临床呢 有 这个是讲到target function 就是skin moisture 就是所谓的滋润 Anti allergic 就是有可能有皮肤 会有比较敏感 或者是一些pigmentation 就是色斑的问题 或者是其他的 我们讲皮肤性质的组织内的问题 因为皮肤分为好多层 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真的 我们的暴晒在太阳底下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讲 UV protection 我们需要 好像刚才前面已经讲了 Lycorpens 针对这些方面 就很有帮助 其实我们这个 我们也有很多报告 但是我没有帮出来 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OK 另外一个成分就是superberries 不同的这个酶 我们这里看到有四个酶 第一个就是红葡萄 对于激活肝胀中的酶 清除体内多余的化学物质 还有预防慢性疾病 例如糖尿病 接肠癌 乳腺癌 心脏病等 都有帮助 还有副盆子 副盆子是在市场是蛮出名的 对于可以降低的罹患慢性病的风险 包括心脏病 肥胖便秘 因衰老而导致的认识能力 对皮肤也是非常好 改善血糖也是非常好 OK 防止这个眼睛的黄斑变性造成的险害 很好 还有呢草莓 草莓很普通 但是它的效果有的 很棒的 只是你要怎么去萃取 还是怎么拿到 所以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 降低血压 降低一些的炎症 或者是医导素的问题 曼叶酶呢 就是避尿 尿道感染啊 避防胃癌啊 溃疡啊 还有这个增加高密度就是HDL 然后降低LDL 所以说对于降低血管硬化 我们都清楚了 印加果油里的Omega 3是很棒的 所以说再加上这个的话就更加棒了 你要吃这些梅 葡萄之类 你在supermarket买的 都可能会有一些化学 或者是也非常贵的 这个他们已经是做到 就是 可以做到无毒的那种 非常鸿纯的 所以说我们讲看个人 另外一个成分呢 这个是在于 所谓的 男版的动灵 有 这个是脂炼蛋白 BCAA 这是对 一个 运动员来讲 可 非常好的 然后女性也可以吃这个 这个男性版的 动灵 重点是补充能量 我们讲解到这个ATB 你看 这 运动的时候 过后就 很快就 累下来了 所以 在一般上的氨基酸 它最多是拿到 32个ATP 但是这个 BCAA 脂炼蛋白 在动灵里面 它可以 我们讲 拿到的ATB 是170 你看 可以到3倍以上 所以说它很快的 让你的 大脑的疲劳 就马上 补充到了 然后减轻身体的疲劳 然后减少这个肌肉酸痛的 这个 然后加速恢复 这个如果你有做运动的话 你就明白了 当然我们的喜乐宝也有这个BCAA 但是没有这么高 没有这么高 所以 不少很快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他们的做一些的 临床 就是 delayed brain fatigue 就是很快的很快速的 让你的脑 就是 恢复 那种的 没有这么容易 就是累下来的意思 然后 这个 reduce physical fatigue 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运动的时候 你 累下来的 它 这个BCAA 脂链蛋白 很快就不少 ATP 所以说 让你很快的恢复你的那种 所谓 精力了 所以 还有 抹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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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运动过容可能会痠痛 这个会减轻 或者是可能就 很快 让你的 所谓的 抹射的问题的痠痛 就很快就恢复起来了 记得 这个就是BCAA 脂链蛋白 我们全部都有所谓的 很多的报告了 太多了 这个 马卡 马卡在市场上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对马卡我是相当了解 以前我在直销行业 我在直销行业 20多年 有很多朋友 包括一些 直销界的老板 都是一般上的朋友 他们做出这个马卡产品 都会给我来试的 一般上在市场卖的 这些马卡的产品 他们 都是powder form 就是粉钻的意思 而我们是萃取的 萃取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萃取的 跟这个一般的磨成本 价钱方面是太过高了 然后performance 效果呢 也是差别很大的 所以说在市场卖的 这个马卡的产品 很多 他们会有添加一些 类似 类似这个 维格的产品 成分的 维格的成分 因为 这个是针对于 讲马卡 其实对于行血方面 是很好 很棒的 如果你了解到 马卡 来自秘鲁 甚至80多岁 还可以生育 都有 会有 会有帮助 这一方面 增强精力 让蓝筋 勃起功能 有帮助很大的 所以我们讲 马卡 萃取跟powder form的磨成本 完全是不一样的 相差很远的 所以市场的 吃了 可能他们有添加一些东西 吃了 让男性很快 就 得到那个power了 但是 我们的 是不是这样 不是 我们要 overhold 让你original 原本的 让你慢慢 加强 你吃了一段时间 你就会明白 不是像他们的 一般上市场卖的 你吃了等下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 那种 不是 要明白 ok 因为人家讲 你的为什么这样慢的 他的很快的 你就要解答 要跟他解答 所以说我已经在这里 讲到一些 问题解答 skill talk 所以 马加果 他对于这个 强健肌肉 他很棒的 从慢性疲劳中恢复 他是很快 再加上BCAA的话 很快 脂电蛋白 增强免疫力 恢复男性的性能力 正常化的生理周期 治疗 胃癌 改善更年期的长大 ok 因为女性 有女性的问题 男性也有男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讲 这个就是 马加果 如果 生的 好像 大葱 大葱 它在海拔大概4000尺的地方 是非常恶劣的 山区的环境 它还可以生存 所以说这个植物是真的是 我们讲 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植物来的 已经超过2000年以上的历史了 来自 Original 秘鲁 但是我们的extraction是在日本做的 我们是在日本 所以说要有这个科技才可以做extraction 如果你一般上 比如说你到秘鲁婆家 你拿的可能就是一个powder 那种的磨成粉 来 但是我们是萃取出来的 所以说精华 非常昂贵的 非常昂贵的 来 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高山的过程的harvest 所以如果那些容易 我们讲劳累 或者是睡眠不足 或者是睡得好像五六个小时 七八个小时 还是感觉到早上前很累的 你不妨可以试试看一下 OK 不妨可以试试看 我相信是很棒的 OK 所以这个是mechanism of fatigue 他们的确有做这个临传的 所以这个最后的是这个reference reference就是说等于讲 你在这里 你找打进去 在电脑 他们全部有这个资料的 OK 不是嘴巴讲 你看1到16这里 17到28 29到38 你就可以去一个一个找的 所以这个是上网找就找得到的 以前我还要给那个pubmac钱 现在太方便了 你去谷歌很多都找得到 白度都可以找得到的 那一种 所以 动灵女版跟男版 马来西亚的卫生部归类于 什么 为食品 大家 太棒了 半心的去使用就对了 半心的去使用 来 怎么泡呢 你可以拿这个shaker 放250ml的水 如果你觉得不够浓 说你放200k 可以吗 可以的 来 别来泡 我刚才喝一条了 女性有女性的都很好喝 你看我们都有 买责任产品 1000万 10 million 所以我们讲素食者可以饮用 我们没有所谓的卖肤制的乃制品 这些反过程的基因改良 凡是脂肪 化学相经 化学色素 凡夫妻 全部 打的 没有 没有 所以说大家放新的使用 来 这个是看得更清楚一点 来 看得更清楚一点 so 健康经济动起来 我还是要 假的 感谢余威的五位老板 现在你还没有加入会员的 你可以加入10块钱 而且余威公司还有送一盒 一小盒的 这个硬加果精华油 价值52块6毛 15包 来 动铃呢 现在是特别了 365两盒就是这么简单 一盒20条 女性的也一样 也一样 当然我们还有Balance 特别的促销 就是Balance Version 2 60包 再送小盒的40包 就270包 还有 这个 魏斯康 335两盒 再来 这个 是ISAP 就305 等于10平棒 10平棒 如果你要进入银的配套 还有送这些 金的配套多 更送更多 白金配套送更更多 维持的送这些 这个青青色的一瓶就是驱蚊剂 我时常带狗去遛狗 时常会有黑帮蚊追 你喷了它就不会来了 驱蚊 重点是不要喷眼睛 记得 小孩子可以喷吗 可以 没问题 健康是一种责任 保持健康是做人的责任 健康产业 功德无量的事业 觉得一位产品好 敢敢去推广 给周边的朋友 你健康 他们也要健康 大家都健康 所以说 有福 有福报的 谢谢大家 感恩 感恩 谢谢 我开放给大家 问问题 大家可以问问题的 我stop share一下先 如果你要问问题 可以 举手也可以 或者是 打字出来是最好 因为我就比较方便的解答 比较方便的解答 OK 看一下 这里 有问 if women dream men 动灵会什么 要讲清楚来 没问题的 可以喝的 放心 也有人问过我 男性和女性的会不会变阿瓜 不会的 放心 你会让你的精神增加 今天星期二嘛 昨天有一些人问我 他讲他吃一包一整晚没有睡 会有的 会有的 其实是好事来的 为什么 突然间一个新的东西进来 让你整个 细胞活跃起来 你说好不好 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鼓励你改时间吃 改时间吃 来 OK 我一个一个慢慢解答 来 对子宫很大帮助 是啊 没有错的 很多 我刚才 我还没有上 上Zoom的时候 有一个问我 如果是寒的 很棒 江桓树太棒了 告诉大家 江桓树 还有我们的这个 AstroG 100 真的很棒的 对于寒体的 很棒的 我这里有问 knee pain inkia oil or balance 两个都OK的 就是 背能或者是硬加果精黄有两个 但是如果你有关节痛的话 我是非常鼓励你 非常鼓励你就是 剩下的油涂在患处疼痛处 你可以拍打 然后也可以做泡脚的 泡脚 泡脚 就是晚上8点到8点半 泡脚15分钟到30分钟 如果有高血压不好 一下子跑30分钟 看你头晕晕 OK 要慢慢来的 骨刺喝 骨刺喝 油还是冻铃 两个都可以喝 但是骨刺是不容易解决的 如果那一个地方比如说 手臂有骨刺 比如说 你就要减轻那边的压力 你不能够一直增加那边的压力 会更加的严重 当然你一定要 我很鼓励你要加这个 所谓的钙子 去补充 extra的外面买的钙子 或者是洗的宝多喝 一宝就是两宝以上 鼻癌可以使用吗 可以 但是我鼓励就是配搭硬加果油 这个我们的背力 加强帮助这个鼻癌患者 我不清楚这个鼻癌患者是否有经过电疗 化疗 但是鼻癌患者一定要 记痰 不可以吃甜食的东西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说 痰分 精致痰尤其是精致痰 对癌患者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痰就是所谓的 癌细胞的食物 所以 可以的话 鼻癌的话 我不知道它是第几期 没有关系 所以 鸡汤一定要做 第一 然后食物鱼清 清淡 就是蒸煮炖 不要煎炸烘烤辛 所以辛辣的尽量避免 然後 硬加果油 跟这个贝力 或者是贝能跟贝力一起 早晚一包开始 或者是早中晚一包开始 因为癌症 所以我也非常鼓励 喝 洗得饱完整营养 可以的话早晚一包 然后 如果它是很容易发热气的 你就要给它一包先 一包先 然后 然后 过后才 调整到早晚一包 所以硬加果油最少三包 可以四包的话会更好 就是硬加果油跟贝力一起的 掉队来吃 好 好 好 因为我们都是讲到高抗氧化剂 高抗氧化剂 高抗氧化剂 高的话 它就对任何的癌症是有关注的 但是癌症患者就是一定要记糖 肌炸轰烤烤熏焉 这些奇事是更毒的 更毒的 要注意一下 但是真的是有发生这个 再咨询 如果你建议运动前喝比较好 还是半个小时前喝 我本身 我都是在运动期间慢慢喝的 我是这样慢慢慢慢补充的 你要喝了 然后去运动也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泡太多水 如果你跑出去运动 你喝太多水 可能你会面对就是要小便 然后或者是太过饱 也可能会有这些的 可以再慢慢喝 建议什么时间喝比较好 早上起来 早上起来是最重要的一款 我们整晚都没有吃东西 我们早上要吃的要像皇帝这样 完整营养 吃山膏的人要分开喝吗 要啊 最少30分钟以上 脚骨刺 刚才那个脚骨刺 脚骨刺是尽量避免 那方面如果是女性的话 如果有脚骨刺 你一定要穿平底鞋 不能够再穿高跟鞋 因为减低它的压力先 OK Balance一天最多可以喝几包 在于一般上的FDA定的量 但是六包是很安全的 但是 但是啊 因为有一些人喝了体质 就是它的 属于比较照热的体质 肛火万生的 慢慢的增加了 我这么讲 但是一定要喝足够的温水 不要喝冷水冰水 不好的 然后 如果体质是比较高热量 就是肛火万生的 这些高热量食物 或者是渐渣的食物 一定要尽量避免 减到最低的 然后辛辣食物 那种 那种 刺激性的 Curry Laksa 结末 这是要减到最低的 治疗AQUA X出现水肿问题 请问 这个人几岁了 胜的 这个所谓的 计算肝指数 有没有验过 我是在怀疑 这个是我的经验 我在怀疑 一般上 会有水肿的现象 如果是喝了 AQUA X有水肿 就很奇怪了 OK 我在怀疑罢了 要给我了解 现在才可以回答 Binja Will可以强化骨骼吗 当然是可以 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讲 年纪越来越大 要去补充 盖质吸收的话 其实是不容易 所以你要 你要让 Calcium吸收 你还要 Calcium Magnacium Potassium D3 这些帮助 然后油 所以说 你一定要 一起来的 配打一下 可以打一下 乳癌准备电疗 可用什么产品 记得要记痰 甜食 一定要 好像你要吃木瓜 木瓜太甜就不要动了 芒果太甜就不要动了 好像要吃龙珠果可以吃吗 是可以吃 但是不要吃红色的 吃白色的 来 比较甜的 西瓜 不要去动了 来 所以 产品来说的话 硬加果油跟 这个背能或者背力都可以 马上就可以start了 所以 我是很鼓励补充完整营养 喜乐宝 如果你要配打动 你也是OK的 不是问题的 一天一包配打动 你OK的 但是因为电疗患者 或者是有癌症患者 很多东西是不能够吃的 所以我是非常鼓励转为素食 就是 蒸 炖 煮 这是非常重要的 吃的饮食很重要 煎炸烘烤 新烟 新辣食物 这些都要避免 简单再重复一下 乳癌患者 就是 硬加果油 背能跟背力 早中晚都可以吃的 喜乐宝 最好是早晚一包 如果一般上 这一方面呢 就是 消化系统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鼓励 配打卫士康一起喝 配打卫士康一起喝 OK All Interweight Products drink 我是非常鼓励 好像 我本身 就是 喜乐宝 早上 我要喝 温水先 然后喜乐宝 我就泡 250ml的 温水 低温水 加上 贵士康 来喝 喝了过后 我才喝 这个所谓的 硬加果油 或者是 贝能 贝力 选择两包 我才喝的 我还有一些 动灵 旧的动灵 我有时候会配合 喜乐宝 一起喝的 就是做运动 一起喝的 因为要看 有时候 一些人真的肠胃系统很不好 很多时候 你全部一起下的时候 你喝太快 又面对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可以吸收到多少个percent 因为肠胃不好 吸收率不好 面对一个问题 慢慢喝是对的 慢慢喝 因家 饮 吃 before or after meal 我们 这个 硬加果油 都是 喝子 写着 就是after meal 为什么after meal 很多人 就是肠胃系统 面对 很大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 有胃 的问题 所以说 after meal 会比较好 如果有抽烟和动灵 是不是浪费 没有下部会的 抽烟的人 鼓励你减少 烟 比如说 你一天 抽两包 我鼓励你 冷一冷 抽一包 慢慢跟它戒掉 是最好 既然是有抽烟的 你更要吃产品 以免 以免 我们讲 未来就是 更加的 其他的问题出现 不会有浪费的 当然 也有的人讲 喝酒喝 然后喝一家果油 可以吗 我是鼓励 还没喝酒之前 就喝两包 一家果油 才去喝 你保护自己 先 保护自己 保护细胞 这里问 就是男女版的 可以参照Pro一起喝吗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全部都是食品 我刚才解答 秀儿姐的讲法 就是说 是Maggie吗 应该是Maggie sorry 忘记了 这么讲 如果你的消化系统不好 肠胃不好 我是非常鼓励你 慢慢慢慢喝 当然很方便的 一次过 但是如果你有 所谓的体质 照着的 肝火万事 你这样喝下去 一次过喝下去 可能你会面对霸热气 所以说 除非你喝很足够的水 这个是要看个人的体质 来给一个很好的答案 看你的 如果对你来讲 没有问题 刚才我跟一个领导讲 他讲他 动灵一天都喝到五包 都没问题 对于某一些人 一包就有 哇 发热气 被大喊 那些都要 看怎么去调 可能半包开始 不一样的人 只不一样的体质 都面对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脂肪 水喝 before milk 是比较好 OK 但是我还是 鼓励可以的话 吃饱后吃 吃饱后吃 OK 这里还有问 for health maintenance one day need how many such air inchar oil if you control your food well one day two such air is good enough one day good two such air if you eat a lot of fried food oily food grilled food baked food all this then you have to go for more minimum 3-4 such air scare of the whatever bad cholesterol rising 早上起床后 手指关键会僵硬 尤其是中指 该吃什么产品 右手 我曾经是这样的 我曾经是 早上起来要 bark开的 但是现在 very good 因为这个要怪我自己曾经太过闲控了 拿手机 玩game 玩到僵硬掉 早上起来每天要bark 所以我现在每一天都是吃四包不同的油 四包不同的油 外面的食物煎炸的当然我是尽量吃少 好吃的我也是照吃的 人嘛要享受嘛 所以如果是比较僵硬 你也是要学习去做这个运动的 不是这样啊 你要硬撑跟它 好 硬撑跟它好 硬撑跟它好 然后你要时常做按摩的 用油来做按摩 这个是很重要 用油来处理已经very good了 如果是有僵硬 但是 必须要知道一下 就是说 你要做运动 What is the best time to consume each other? Morning is good It's good If you consume it at night Also can provide You don't feel heated 男动铃女人喝了会怎样 精神非常好 你可以试一下 精神非常好 不会变成男性化了 放心 OK 不会的 在秘鲁国家马卡 男女性都在喝了 都没有问题的 他们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 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OK 好多问题都解答了 还有问题吗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男动铃女动铃喝了会怎样 OK没事没事 因为也有人问我 男性和女性的动铃喝了会变阿瓜吗 不会啦 放心 食品啦 所以 这个就是一些的 因为我们不是打那些 所谓的男性和尔蒙技术 女性和尔蒙技术 不是 这个是100%天然的食品 所以很放心 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到时候我也很放心 我们的五位老板选择的原料 全部是一羁半的 他们真的是用良心来做生意的 不是为了赚多多钱 开这个鱼味公司 不是的 不是的 老师 尿酸严重到手肿又吃痛的人 应该要怎么样配搭我们产品 尿酸的人首先必须要控制好食物 OK 所以我们都知道 那些高 肉类 好像炖汤 豆类 炖汤的 不要去动 好像 煎炸烘烤熙 真的要减到最低 漂苓糕的食物 或者是海鲜类 这些油渴的 尤其是油渴的 那个 螃蟹 虾 这些你要控制先 然后要喝很多温水 咖啡 咖啡也是豆类 尽量减到最低 一定要喝温水 不要喝冷水冰水 你控制这一些食物先 然后 印加果油 比如说没有吃过的 就从一包开始 一天 两天 三天 第四天才早晚一包 一个礼拜后才早中晚一包 然后记得 前天 烘烤汤烊食物 辛辣食物 这些肉类 消灭 荡类 斤 尽量减到最低就对了 再谈 太咸的食物 尽量减到最低 好吗 好吗 这样的话 就会慢慢慢慢调利 我们调利了 无数人了 无数人了 对子宫内磨后的有帮助吗 这个我们讲 如果是天生的 就可能比较难 如果是后期的 这个就有帮助 好像 谈尿病患者一行 要解决 好是不可能 因为基因 但是如果是第二行的 会恢复吗 会呀 供应对的原料 它自动身体会恢复的 OK 不客气 不客气 还有其他问题吗 还有其他问题吗